2010年是进入到国家队 周宇的双打成绩是非常好圈球的能力 这场球呢我们也看一下周宇对自己正守卫的这个保护 能够做得怎么样 开始陷入被动 因为正守的这个你看这个反正好相持也好 这个速度跟不上 往往由于这个速度开始陷入被动 你看给到反守位 打对方的特短 反拉 辟长之后的反拉 回摆再摆 这个球摆出台了 6-9 9-7 10-7 又是快P底线啊 反手的这种带谈 接下来第二局 对方的反对方的反对方 这种反对方的反对方 是依然在调动自己啊 没错 就是这个不仅是因为两面实力平均的这个问题 体能是一个保障 嗯 如果说头脑思路里上的话 也会造成造成这个失误 直接偷长 强强对抗 这个周宇偷长之后 打了一个漂亮的这个搏杀球 看反手给大角度 正手侧身反拉 连续的 漂亮 哇塞 啊太硬了这个球 又是反手的这种下 5-6 7-5 出来什么 6-8 6-8 出来什么 6-9 啊漂亮 在反拉 现在周宇领先两分啊 让自己握有发球权很大的优势 漂亮 一个暴跳 还是在白短之后上手啊 周宇防了一个回头 这样是1-7 周宇领两局双方占平 1-7 然后直接偷长 擦网 掉回来 所以说第一发不出力来 第二需要小碎步的这个调节 刚才那个机会 又直接偷长 偷 3-2 漂亮 2-4 漂亮啊 拧高 6-2 6-2 韩仁东领先 5-3 再摆 再摆第三板 哇 好球 5-6 5-6 6-4 6-7 让对手打得难受 只有对手难受了之后 你才有技 让对方也发挡 不出力了 哎呦 这个阶段 周宇 彼此非常了解的这个情况下 就是对面的这个面孔啊 嗯 打法打得更加 这个艺术性 这个战术啊 就像 这个打球就像 一首这个乐曲 嗯 11-8 这样周宇是拿下了第三局 双方现在周宇2比1领先 非常轻松的心态 但是这个仅限于前几局 之后呢 大部分换汤不换药的 全在这边 哇 质量太高了 哇 2 3 2 2 4 2 4 然后后面的比赛不再发生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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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这个这个 5到中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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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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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应对场上的意外情况 遇到意外情况 包括对方打了几个意外的好球之后 1 2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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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 5 6 6 5 6 6 5 6 小三角想要反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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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边执行力你就会大打折扣 连康良 这个是教练在指导的时候 一种比较惯用的 我觉得是心理上的这种方式吧 会不断地给你暗示 你是最强 像忽悠一样 你本来你就是说没有比他强 你教练你能够说 你哪 在摆第三板之后 反正都上手拧拉 漂亮 又是直接偷场 第三领先 七 四 四 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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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转正手 延续进攻 两个人对拉 再来 这球还有反手反拉 周瑜连续反拉 真棒 相当精彩 这球 我们看到这个樊振东 在第四局比赛的时候 扛过延东 是吧 这个在第五局就是 迎来转机 这个看到这个春天 现在有点春暖花开的感觉了 这一分周瑜也是很精彩 反手退到中远台连续反拉两板 最后还是樊振东更胜一筹 最后是周瑜有点可惜要失误了 这样四比二 樊振东战胜了周瑜也进入到男子单打的八强